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思考一个题目叫做聚会的本质 现在我们所进入的经历的面临的是一个网络的时代 基本上是我们都是愿意不愿意 经意不经意就一下子被推到了一个网络的时代 就是在疫情的这样一个特别的原因情况下 也是把以前的各种的这种人的这种的顾虑啊 或者是不愿意啊 或者是不熟悉啊 一下就把我们推到了这样一个生活的这样一个处境的里面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很很认真的来思考 也很认真的来反思网络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就是这个网络的聚会 到底是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做 所以呢 至少呢 我今天在这里的话呢 作为一个开头呢 就是跟大家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提示 就是网络时代的聚会呢 我们 至少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聚会 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聚会 就有一个敞开的分享 和私下的交通两部分 敞开的分享很简单 因为呢 我今天的分享的话呢 录音了以后我就会放到网上 也就是帮助很多的各地的教会团契小家 这个弟兄姊妹 但是呢 也有一部分呢 可能是针对我们特别的一群人 我们需要私底下有一些的鼓励 提醒交通 那我先把这个话题和思路拉得更远一点 就是在 在北美最早的大陆领袖陪灵会 或者说之一吧 作为最早的大陆事工 大陆教会团契 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 基本上 很多的大陆背景的弟兄姊妹 都是从八九年之后信主的 那那个时候呢 在西墨西哥州 就是在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同工一起 当然我在做召集 就有了一次最早的大陆领袖的陪灵会 非常早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人 大家可能都听说 有赵丽啊 杜薇薇啊 侯军丽啊 连杰啊 那么这里面有两位台湾的姊妹 一位是科上人的太太王若文 一位是我们教会的最早的发起人之一 就是孙丽荣 在这里 还有其他的 沃恩沃利等等 就非常非常早了 那这样一个聚会 当然在历史当中 是有它的意义 因为它是在摸索一条路 那摸索一条路 最重要的就是说 在一个时代的转变 在那个时候一个时代的转变 人心特别的盼望 有一个方向 有个鼠立的供应 有一群同路人 是在那样一个时候 那今天我们又到了这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的小型的聚会 就起到了这样的一种的连接 鼓励彼此的这样交通 然后在主里面的这种的激发 所以那样一个特会 我们举办了几次 至少是三次 我都不记得有多少次了 王德安老弟兄 还有很多的 其他的 这种 国度性的领袖都来过 其中一位就是陈希臻博士 陈希臻博士 也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特会 大概这种特会 可能就 三十人最多 最多就是三十人 我们教会的人可能就占了至少三分之一到一半 那请陈希臻博士来分享的时候 那天是我主持这样的一个聚会 所以我说下面的时间就交给陈希臻老弟兄 牧师 结果他就一开始就讲 他对了那个麦克风讲 他说 我们这个信息也是为远方的 远方的人一起分享的 如果他们听到了就如何如何如何 那个时候我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说还有这样的讲道的 还有对远方的人 当然那个时候是因为不懂 也是没有经验 其实保罗也是对远方的人 他的血信 他的讲道 今天我们也到了这个时候 我自己也到了这个时候 就有敞开的交通 那也就是说 对神所 在感动的里面 在引导的里面 在启示光照的里面 给我们一起的交通 给我在这里的分享 那不是仅仅是为一个地方的人 他是为很多的人 这个就是网络的时代 我们今天又到了这样一个 人心向往 可目追求 盼望 变化 巨变 很多东西 目测 需要方向 等等这样 我们今天又到了这样一个时候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也参加了生命期刊 最早的 事工的意象分享 发起成立的 这样一个特别的聚会 那个聚会的话呢 是在芝加哥举办 唐宗蓉牧师也来了 然后呢 周大卫牧师 苏文峰牧师 这一个临时性牧师 等等等等 唐宗蓉牧师都来了 在那样一个聚会的里面呢 有很多的 这种的感受感动 也就是说 也就是我今天 我现在在讲的 好像是同样的一个 对时代的 把握 判断 渴望 方向 人心的不稳定 各种的混乱 各种的 猜测 各种的 在神面前的 这样的 又来了 又来了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呢 陈主人牧师也在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了很多话 他说我们都是与众圣徒一道 领受神的恩典 就你不是单独的 你不是一个人 你不是唯独的 你不是唯一的 我讲的这三件事情 就是 跟今天的这个分享有关的 什么是聚会 聚会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的来看 我们的聚会 对吧 这个叫当时生命纪刊 发起了成立的聚会 可能大家可能都 其中有很多人 可能都认识 但是20年前 张伯丽 这是我 这是周小安 这是苏百达 这是这个 这个黄雨剑 张路加等等 今天又是这个时候 所以呢 网络时代的聚会 很可能会以后 会多半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方式 就会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敞开的 一个是私下的 今天到结束的时候 我也会来谈谈 我们私下的 我们应该有的一些的思考 一些的交通 那网络时代的宣教 那现在呢 在全世界的基督教界 特别在华人 全世界的全球华人教会 一个最热的一个词 叫宣教 宣教好像成了一个大趋势 什么是宣教呢 我们现在我们教会 有没有宣教呢 给大家介绍一本书 叫做宣教人类学 这样的书有很多 我自己都有十几本 比较直译 直接的翻译是说 基督徒的见证 所需要的人类学 我们知道人类学 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呢 就是比较多的基于进化论 第二的话呢 它比较多的基于相对的 没有绝对的 第三的话呢 它比较多的是 有某种的反神意识 但是事实上呢 在教会 是很看重 在神学院 在宣教工厂 非常强调 宣教人类学 那这本书呢 是林肯基督教大学的教材 我在林肯基督教大学 有一段时间的服事 所以他讲的基督徒的见证 是需要人类学 那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这个作者 别人经常问他 你怎么可能 又是宣教士 又是一个人类学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学者呢 或者一个practition 实践者呢 他说这问这个问题的本身呢 就问的不是太合适 事实上 人们对人类学的 错误的判断 主要是在于 他的圣经世界观 如果他是人本的 他所有的知识 所有世界上的文化 他朝着人本那个方向去 他都是反神的 但是只要我们人的世界观变了 我们的人之世界观 是以神为本 神是中心 神是启头的 神是结束的 神是阿拉法 他是阿拉法 他是奥美加 他是首先的 他是末后的 耶稣基督是首先末后的 天上地下 一切的权必都交给了他 没有哪个领域不是他的 我在武汉大学念书的时候 神就给我清楚一个意象 就是彼得的那个 从天上坠下来的那个包袱 说宰了吃 在武汉大学 神就亲自启示我那个意象 就对于文化怎么看 叫做吃肉不喝血 血就是生命的源头 就是中心 就是主宰 凡事都可行 但是不一定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是不一定造就人 所以这个作者 就是引用耶稣基督 耶稣所说的话 你们 你们愿意别人怎么代理 你就怎么样的代人 他引用这一类经文 作为一个根据之一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认识人 按照他的真实的情况 认识神 认识人 以至于呢 我们可以很真诚的代他 就像我们自己 被别人真诚代一样 人类学就是 学人 认识人 你如果不是客观的 在启示里面 亮光的里面 真理的里面 认识人的本相 本质 本来的 你怎么会服侍他呢 是这样的 那教会不是这个目的吗 教会不是要来 服侍到人的心里吗 而不是 打秀花拳 而不是 做宗教仪式 而不是 忽悠人 对不对 那么保罗也说 像什么样的人 做什么样的人 所以 非常重要 当然我自己是学这个学科的 所以我得到了 很多的益处 包括灵修明白神的旨意 其中一个 就是用 借用人类学的这种的 他的这个知识的架构 他的研究的方式 是这样的 那在 昨天我录了一个节目 就是 怎么样借着人类学的这种方式 来跟弟兄姊妹把脉 看他们的灵修 明白神的旨意 是怎么做的 还有见习生 是这样的 那 先叫 那人类学里面 有一个说法 叫做前台后台 就像餐馆一样 餐馆的前面 餐桌布 铺得很干净 这种餐具 都是亮晶晶的 然后呢 服务员 都是穿着整齐 笔挺的 这个服装 但是不能到厨房去 所以人类学学教我们 前台后台都要看 所以这个就是 我在分享的里面 你可以看到 常常会 有意识的 保守的 谨慎的 把后台的人的软弱 自己的本相 这个 这个一般的人 听不到的故事讲出来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 已经到了这个时代 我们不能是为了 某一种的形象 去所谓的摆拍 我们不能 应证某种的情况 以某种的原因 绑架信息 我们不能因为某种的 特别的原因 去遮掩 当然我们不是故意去暴露 去遮掩自己 好像 把自己要打扮成 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不需要 我们非常坦然 这个就是前台后台 这个就是 我是采用了 宣教人类学的这样的 人类学 和宣教人类学的这样的 这个 各培里不是每次 不到的时候 都是用一首诗歌 结束 照我本相 我们本相就是这样 像刚才我们的诗歌里面 讲到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们需要神的拯救 我们需要神 来光照我们这个老五 让我们可以来 拼弃 拼弃我们这个老五 让我们可以来追求 向往 光明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讲到 在今天这个时代 它的聚会的特点 特别是网络 你人都见不到了 你人都见不到了 人都很难在一起 能够 现在有很多人可能 就能够不见面就不见面 反正网上见面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可能觉得 这个地方不了解 那个地方不认识 都是支离破碎的 但是事实上 我们在分享 我们在交谈的里面 我们需要 在神的真理的里面 在彼此相爱的里面 不掩饰 我们的局限 我们的短板 我们的失误 我们的跌倒 甚至 那更能够看出来 我们的聚会的本质 是不是一个相爱的聚会 我们是不是一个 追求真理的聚会 还是我们越来越虚伪 那 事实上 在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 我的观察 很多的弟兄姊妹 经过信主十年 二十年 甚至更长 他们基本上 他们所处的 这样一种的环境 心态 他们的 属灵的追求 基本上 是在旷野里面 说的好听一点 就是在操练 被神操练 说的严肃一点 就是被神试练 今天的网络聚会 事实上 给了我们很大的便利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它至少有它的优势 就可以借着网络的聚会 可以 无限的延伸 可以达到很多的 你平时去不到的地方 像我现在的 所接触的网课的学生 就有新西兰的 就有香港 就有中东的 就有新加坡 就有这个 这个马来西亚 中国大陆 都有 那是一般是 接触不到的 聚会的本质 是什么呢 他们现在很多的人 都在旷野的里面 旷野里面也可以当墙 旷野的里面 也可以得福 但是旷野本身 并不是神的目的 所以借着这样聚会 事实上 就是 在交通 在分享 在帮助很多人 在过旷野 那 我讲了很多年的年 得地为业 得地为业 就是宣教 得地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新地 我们的新被神得到了 就是宣教 所以有一些的 属灵传统 他们不讲宣教 传福音就是宣教 宣教就是传福音 这种不一定要有这样的归类 当然 我们不是要去区分 谁对谁错 没有必要 得地为业 得地 其中一个是新地 还有一个是土地 就是你的社区 你的公司 你的职场 你的专业 还有一个是领域 我上个星期做了一个节目 就是讲到刘瑞杰姊妹 她在巴佛罗 那个教会出来 后来到里休斯顿 很多人都认识她 很多人都知道她 因为她翻译了 花了很大的代价 翻译了这个 盖恩夫人传 是很奇特的一个经历 但是有一个时间 我突然接到她一封邮件 她买了一个小酒店 小旅馆 叫做Airbnb 她自己 自己的故事很有意思的 她自己来清晨修理 改装升级等等 做得很好 讲白了 照我的想法 她应该是 学习修道院的生活 可以说是与世隔绝 不是人间烟火 或者特别的圣洁 或者特别的 那个当然也是 这是一种观念 但是事实上 她在经营家庭的经济 这个就很有意思 我就跟她谈了 很多人都在 很多大的弟兄姊妹 都到了这个时候 都在购置什么地产 都在有什么投资 只要他们的生活允许的话 他们是怎么样的跟属灵的 神国的 使命的 圣经的真理结合 其实很少有人谈 很少有人谈这个方面 为什么很少有人谈了 谈不出来 那不是说没有 大部分的人是不谈这个 不谈这个 不是因为别的 我认为 他就是没有这样做 没有这样做 因为灯 是不能放在斗底下的 他如果有明光照耀 他就会照出来 我们教会的一个小组 最近在请了一位 圣地亚哥的一个 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总裁 跟他们小组分享职场的 我就忘记了 我就没有去参加 但是听他们的反应非常好 非常好 那我就想什么时候 找这个弟兄再去 再去这个采访一次 他这里有一些的 分享的反馈 发到我这里来 田地亚哥的分享 非常有意义 回想起来 如果在我们出入职场的时候 如果有人这样的指点和引领的话 会走很 很少走很多的弯路 我觉得他所说的 What, Why, How, What 这样的选择是最难的 有很多的时候 视野经验的不足 导致对我们的选择偏离方向 这样的讲座给我们的孩子们 会有很多的益处 也对于我们灵修明白神的旨意 学习有这样的识别 圣神的感动 有欲取同工之效 什么意思 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职场的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人是在旷野 很多人是在自己的摸索 很多人是根据直觉 冲动 专业 热情 这个性格 文化 就在那里冲 我们星期天是一回事 我们平时又是另外一回事 作为基督徒 这是另外一个人分享 作为一个基督徒 在职场上 很多的时候 确实是挺困惑的 无论是高管 还是普通的员工 每天工作中面临 大大小小各种的决定 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 神也不会马上 有答案下来 我们个人就会困惑 这个决定是我想要的 还是神的计划 操作 实操起来真的不容易 这样的事情 无计其数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大陆族群基本上都在旷野转 基本上都在旷野转 说的好听一点是被神操练 说的严格一点 严肃一点是在试练 说的刻薄一点就是转不出去 那我们的聚会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接着网络聚会 就可以来帮助 这些很多的弟兄姊妹 我在星期六的时候 跟一位 在国内的一位牧师 跟他在谈 就是灵修 如何的弥白神的旨意 他说我有一个急事 我的儿子如何如何出现 这个专业的职业的一个困境 一个危机 你可不可以辅导他 我就赶快我们就联系上了 他儿子在温哥华 他自己在中国大陆 我在美国 我三方通话 就跟他好迈 这个孩子非常近浅 这个孩子 事实上是在周小安的教会 非常的近浅 非常有能力 非常活泼 但是他在职场上 他遇到了一个困境 这个困境 其实不应该遇到的 什么意思 没有人训练 没有人教 或者没有人来辅导来带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聚会的本质 很多这样的聚会 可能那个小家 这个小组 那个事工 这个查经班 我们可能就是这么几个人 但是事实上 神的心意很可能不是这样 神的心意可能借着你的专业 借着你的热情 借着你的经历 借着你的意向 借着你的托付 借着你愿意的心 你可能在网络上 可能服侍很多人 可能那里就是一个聚会 那里就是你的宣教 那里就是你的服侍 那我们来看教会 聚会和聚集 教会 英文里面应该叫做church service 特别对美国人来说 他一听到教会 他就知道church service 但是呢 也有了很多的人 用另外一个词 叫做小家聚会 家庭聚会 英文叫做home meeting 家庭聚会 还有一种呢 是季节性的 某一种的 应该特别的原因 有一种christian gathering 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特会 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聚集 都是可以的 都是很好的 有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 取向 我们更加取向于这一种 我们更加取向于那一种 但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教会也有聚会 家庭聚会也有聚会 特别聚集也是聚会 两三个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 就是聚会 就是聚会 他不一定是教会 他是聚会 今天的这个时代 可能发展最快的 可能不是教会 是聚会 今天的这个时代 这个宣教的时代 可能最有影响力的 可能不一定是教会 是聚会 那聚会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批评 取舍 判断 根本没有这个 我们只是说这是三种 常见的形态 但是按照今天 我自己的看法 可能聚会会非常快的发展 那我们的聚会呢 应该怎样到来看 聚会有什么样的本质呢 最开始我们教会 在新墨西哥之后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人信主 那个时候非常明显 那种的火热 那种的神迹奇事 那种的见证人心的改变 生命的变化 真的有点像早期教会 那种的神迹奇事 但是有一位传道人 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来到我们这里就说 你们可能不是教会 你们是一个福音战 那个时候听了以后 我心里面很难过 为什么我们不是教会呢 因为耶稣说 你们凡两三个人聚会 就是教会嘛 是我对圣经的理解不够 还是他有更高的高见 我不知道 我们就一直朝着教会去建立 建了到三十年 我们现在三十年了 现在回过头来 我们教会开始分成小家 我们教会开始重新开始来走新的一条路 就是教会是有很多的聚会来组成的 所以我们更强调聚会 那搞了半天又赚回来了 我讲这个是对很多的小家团企两三个人的家庭聚会 给大家这样一个鼓励 规定 你要追求 神如果没有这样的带领 规定你要追求 一个大教会 一个建堂 很可能神给你的 就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聚会 那聚会的本质是什么呢 所以聚会我是相当有经验的 现在回想起来在大陆族群里面 我可能是最早的 这样聚会 在聚会 我自己的家里就是有聚会 家里聚会就是一个教会 四个人的教会 那我们就不讲教会 这是一个聚会 在湖北最早的下运团契 下个星期 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分享 那个许弟兄 这个人是个奇人 这个电子工业部的学部委员 非常高的资历 技术 属灵的追求 那种国度的心态 这是个奇人 我们就是在他家里聚会 这个就是湖北最早的下运团契 说不定都是全国的 最早的下运团契之一 因为我们知道的是政府告诉我们的 但是聚会的核心是什么呢 在那一集的里面 就是下个星期一会 会播放出来 聚会的核心是什么呢 在他的家里 他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 属灵生态环境 这是每一个聚会需要努力 来追求来建造来维护的 全方位的属灵生态环境 第二 给弟兄姊妹 指导信仰追求的方向和原则 第三 在这个聚会里面要见证神 经历神 信靠神 追随神 跟随神 要这样的鼓励 要这样的训练 要这样的经历 要这样的见证 要有这样的时操 他要讲得出来 他要讲得很兴奋 第四 教导人怎么样做人 怎么样做事 专业的里面 学生的里面 夫妻的里面 儿女的里面 他怎么做 认识人 认识事 认识自己这个人 认识自己的事 就像我是刘瑞杰一样 我以为他要 他这个基本上就是 这个 跟世界上的事没多大关系 他恰再相反 他做得非常好 他在那一集里面 讲了很多的属灵的原则 很多的信仰的思操 怎么样管理他的产业 他是有产业的 最后最重要 就是今天我们 最大的困惑 很多的人出不来 就是解决信仰与现实的 这样一个gap 这个断层 这个鸿沟 教会与社会 个人与国度 里面与外面 总是觉得 不能兼顾 做了这一头 就不能做那一头 一个非常大的 绝大多数的大陆弟兄姊妹 就在这里 绝大多数的今天就在这里 所以在那个时候 在许帝弟兄的身上 他就是一个没有断层鸿沟的人 他就是一个解决了 这样一个信仰与现实的 一个断层鸿沟的人 他就是个桥梁的人物 他就是个连接的人物 就是因为他 我才觉得信仰是值得追求的 不是那么可怕的 像我自己的父母 买个洗衣机 都要争吵老半天 是爱世界 还是爱神 买个洗衣机 买个电扇 这个讨论 这个祷告 今天的人可能就相反 做什么世界上 根本就不问神 根本就不考虑神 根本就不考虑 管他怎么样 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今天现在的人 现在的大陆人 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无所谓 所以聚会的目的 它有纵向的五个向度 根据刚才 我讲到的 在许弟兄家的 这样的一种的学习 那个就是最早的聚会 现在我们恢复的 也是恢复这样的聚会 连我自己都搞糊涂了 我以为我要去学个什么东西 我一定要跟个什么人 我一定要做个什么调研 其实也是借着 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 这些的领袖 我们一起的交通 我才意识到 神其实在我的里面 在我们很多人里面 早就预备了 早就预备了 我们是有经验的 我们是走过这条路的 我们知道的 所以他的五个向度 纵向的 向着天的 就是在聚会的里面 一定要让人感受 寻求 经历 知道天父的爱 一定要知道 第二 他一定要在聚会的里面 经历 感受 渴慕 见证 耶稣基督救了他这个人 救了 不是讨价还价来的 不是带有条件的 是被救赎的 第三 在聚会的里面 在这个聚会的里面 这个聚会不一定是今天这样的聚会 任何时候 两三个人碰到一起 就是聚会 网上的一个视频 两三个人就是聚会 圣灵的感动和指教 就是灵修明白神的旨意 聚会的第四个向度 向着神的 都是向着神的 向着神才有圣徒 肢体的交通 交而不通 就没有彼此的相爱相通 最后 个人 每个人 包括家庭 实际的在人 在世上的 解决 建造 兼顾 这是聚会的 纵向的 目的的 纵向的五个向度 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里面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你在聚会的里面 你觉得 张山 弟兄 李氏 姊妹 你看看看 你看到他五年十年 你聚会了一年 你觉得他是被拣选的吗 你觉得他自己觉得 他是被拣选的吗 是有君征的祭祀 是有君王的尊贵 你看到他 你就知道 他有王子的气息 就是像中国古话所说的 内圣外王 他有吗 有认识他十年都没有 这个可能有点问题 总要有一点 总要有那么一丝 还有君王的那种 气概 那种胸襟 那种的博大 祭司 敬前 敬畏 敬奉神 君王是一种身份 祭司是一种身份 在神面前 侍奉神的 这些人在聚会 这些人在一起 群体就是个国度 像一个国一样 他们又是国 他们又是那个国的子民 那这些人聚会在一起 聚会干什么呢 他们在干什么呢 我昨天跟国内的 一对老少姊妹 我每个星期跟他们谈 他们就是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你跟着我们 你来帮助我们 怎么样让我们出旷野 一个老姊妹 一个少姊妹 老少两姊妹 这个少姊妹讲 他们那个教会非常大 他们那个城市 他们教会非常大 他们的牧师非常有名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他这个牧师 就对弟兄姊妹讲 你们到教会来 他就是按摩按摩 就拍拍屁股走了吗 我说 我们都好羡慕你们 在国内教会的弟兄姊妹 你们教会弟兄姊妹 是这样吗 拍拍屁股 按摩按摩 唱唱师哥 读读经文 这个 他还是讲 在仪式里面按摩 所以我们今天要剥笔 看我们不是在仪式里面按摩 真的是在神面前恳求 我说你们牧师讲了这句话 他说是 我说你们牧师 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位 很有名的牧师 他说是 我说哇 是这样的 聚会的本质是什么 他们在一起 这在宣扬 宣告 是那一位上帝的美 真善美 才叫我们出了黑暗 入了光明 聚会的本质 那我们再看横向的 五个方面 你看这些弟兄姊妹 你看我们之间的弟兄姊妹 你看我们一起的追求 看我们的展望 看我们的盼望 看我们的现状 我们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 彼此同在 同住 同行 同工 同心 你要同在 你要跟他在一起 耶稣说 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讲白了 就是你们可能都去做这样的事 那样的事 甚至是好事 但是我在哪里 你们并不在 耶稣在科西玛丽眼祷告的时候 你们可不可以多留一会儿 那我们有没有在弟兄姊妹需要的时候 在 有的时候是很大的亏欠 我们自己不知道 那我也有 我以前也有 我也不知道 他需要的时候心里软弱 他有需要 我不在 第二就是同住 同住的一起 就是在一起生活 能不能够在一起生活 因为一在里面 一在一起生活 很多的东西就显露出来 就会磨 就会彼此的磨 最好是住离馆 就是将手道讲 最好我们就住离馆 在离馆里 我是主人 最好不要同住 同住就有责任 同住就有软弱 同住就有 这是聚会的本质 我们能在一起生活吗 彼此来分担 担子吗 彼此来 来 与喜乐的人 同乐与哀哭的人 同孤吗 那如果有 表现在哪里呢 同行 是不是朝一个方向 是不是有一个 一起的一个使命 一个负担 一个责任 甚至是一起做一件事 同行走一段路 一起走一段路 陪你走一段路 彼此陪伴 同工能不能够一起做一件事 到底有没有同行 心在不在 那有的是我们真的 当然感谢神 神的圣明常常提醒我们 只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忽略 我也一样 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忽略 聚会的本质 就是在我们一起的追求 操练 服侍 彼此的 这样的一种的坚固的里面 要带出 要 要来经验 在五个方面 要同步 这个就是横向的五个本质 我讲到我们ACCC的见证 我们在新墨西哥的这个教会 是上个世纪90年代 我们是1991年成立的 在美国的第一间大陆人教会 靠神的怜悯 我们至今还开着门呢 美国的第一间大会是庄主昆牧师告诉我的 他写了一本论文 英文的论文 他就是那本论文 他的毕业论文 博士论文 就是专门调研 89民运之后 全北美的大陆人的教会 他就做了调研 当时不知道我 后来他看到我 他说 你们的教会 是美国第一间大陆人教会 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见证 很多的见证 到了后来 苏恩峰牧师请我写 牧养教会这本书 这本书直到今天 20年之后 还适用 还适用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就有很多的见证 有这样的同心 有这样的同行 有这样的同工 有这样的同住 有这样的五个方面 有这样的 所以到了今天 我们说宣教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教会 在西墨西哥教会宣教 参与连接各种的宣教 那如果20年之后 我要再来写一本书 写什么样的书呢 要包括七个方面 要包括进去 这七个方面 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 已经在做的 或者已经做成了的 它里面有宣教的内容 有家教会的内容 有连接的内容 有国度的内容 有职场的内容 有网络的内容 有生态的内容 聚会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讲这些 是让我们弟兄姊妹 格局要够大 胸襟要够大 眼界要够大 但是你的定位准确 你不一定都要做这些事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看见 你的格局 这是Nancy Pierce说的 跟那个Charl Coulson 科尔森一起写那个世界观 最著名的那本著作 他是非常著名的 这个神学家 这个基督教的思想家 Nancy Pierce 他就讲了 你的地图要够大 你的格局要够大 但是不是说 你要做这些事 你的定位要准确 什么意思 聚会的本质 哪怕再小 就是十几个人 他都有纵横交织的 交错的牧养建造 这个就是以赴索 是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里面 那这个就是作为我们新墨西哥的教会 作为我们建造教会的根据 建造教会的根据 我们有三个根据 第一个根据 就是我们的会章 教会的会章 第二个根据 就是以赴索说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 第三个根据 就是洛杉大会的信约 所以以赴索说这里面说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说成事话 凡是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摆结各案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这样的一个 支柱根基 我刚才分享这些 点是什么 今天虽然我们是一个任何一个在网络上的聚会的 可能都人不多 这个团体那个小家可能就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我这是对所有人讲的 格局要够大 胸襟要够大 眼界要够大 但是聚会的本质要抓住 定位要准确 我只能做这个 我只是这样的 没有问题 但是连接起来就不一样 我在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是网课的原因 就听到了很多的 这个来自中国的见证 在五个方面 得人 得救 得生 得福 这也是聚会的本质 在聚会的里面得人 要让人清楚自己是得救的 要让人自己清楚自己得到了生命 一个新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要让人自己知道自己是得福的 而且德国降临的时候 主会纪念 我们是得到了不能震动的国 刚才讲到老少两位姐妹 过旷野的对话 我就跳过去了 因为刚才就讲了 我也对一个很大的机场的高管 对他做鼠林的辅导 他讲到 我对你的话我听不太懂 但是你也讲 我就很被吸引 很想听 觉得总是觉得里面有东西 但是我的语言好像对不上 我说灵修的语言 和这一种理工背景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理工背景的语言我也熟悉 虽然我不是专家 就是过程 就是目标 就是策略 就是步骤 就是细节 对不对 就是计划 就是实施 就是这些 因为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里面 我们的专业 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项目 我们的成就 都是围绕这个 但是灵修不是这样 这是语言都不一样 但是灵修更多的是西班牙人和华人 他的语言是相近的 他是直觉的思维的 所以你要从心里面去感受 你里面是不是有感动啊 你自己刚才说的有感动啊 你自己说你流泪啊 你自己说到你里面有吸引 你有磁力啊 这个就是灵修的语言 属灵的语言 这是语言上的对接不一样 你不是用脑去灵修 脑的灵修是第二步 是被心感动 是神的灵 对你的灵说话 你的灵在心里面 再对你的思想情感一直说话 然后再影响你的行为 健康关系 是三个圈 我说哦 原来是这样的 我就跟他不知作业 我说下个星期我要来找你 你好好思想我的话 你去灵修 我说你每天 他说我就每天 我要明白神的旨意 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说你作为一个高管 你天天在跟别人谈判 你天天在做各样的决定 你天天在部署下属 你每天的决定 叫你头痛都不得了 在这个时候 就是你来学习灵修 明白神的旨意 他说哦 我现在明白了 我一天有太多的决定了 我不知道怎么做决定 你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什么聚会的本质 我跟他这样的谈话就是聚会 就是聚会 我还听到一个非常感人的 这样一个疾病得医治的见证 没有时间 但是我们很快就会把它放在网上 放在博客里面 这个人的见证非常奇特 他得了一种病 可能大家就都知道 就是这个人慢慢萎缩 肌肉萎缩 整个人就没有了 眼睛都瞎了 所以他就去治病 治病那个医生 保证他一个月会好转 他就他已经放弃了 他就放弃了所有的希望 他就该活多久就活多久 结果听了这个医生 他就好 他试最后一次 他就去试 试了因为这样的原因 那样的原因 他医生对面的房子不能住 他不能住 他里面有很多的油漆味 所以医生就说 我跟你找个农民 他住在农民家里 结果他就很高兴 他就住在农民家里 因为空气新鲜 没有想到那个农民家里就是一个教会 是个接待家庭 非常奇妙的故事 结果他就听见证 听圣经 整个人就活过来了 直到现在身体非常的好 这个不是一个疾病 得医治的见证 不是那么简单 是聚会的本质 聚会的本质 有没有认识神 有没有经历神 有没有爱神 有没有跟随神 有没有爱弟兄姊妹 他最开始的时候 他非常讨厌基督教 他绝对不相信上帝 他是这样的 他是有原因的 但是他们在聚会的里面 他因为讲地方的方言 所以他们那个聚会的这些的 带领的就是说 为了这个朋友 为了救他 为了让他信福音 我们所有二十几个人 全部说普通话 他心里非常感动 天底下来有这样的人 为了我一个人 在这里能够听 他们都要来讲普通话 他们本来不讲普通话的 结果他讲讲讲 他眼睛就睁开了 他自己去祷告 他说如果是这样 他说如果是神 我三个绝症的朋友 三个人都是绝症的朋友 我今天就向你祷告 一个星期后 你要让我看见 他们得救 他们从自己的病床上起来 从自己的医院里出来 一个星期以后 他真的去公用打电话 全部都好了 就我刚刚记到 今天早上接到的录音 这个是聚会的本质 神在不在 弟兄姊妹 圣徒在不在 圣灵在不在 你的格局要够大 你的胸襟要够大 你的眼睛要够大 虽然是一个小聚会 但是接着网络 让你可以大 如果聚会的本质没有了 我们聚会干什么呢 你身上表现不出来聚会的本质 我们聚会干什么呢 所以聚会的五个目的 五个得着 得人 得救 得生 得福 得到永远 不能震动的国 所以最后 在网络的时代 领域的侍奉 就是宣教 如果我们带入使命 进入媒体 媒体就是宣教 我们今天就在使用媒体 我每个星期要做五天的油管 就是宣教 我以前把宣教看得很神秘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带着使命进入工作 像刘瑞杰就是宣教 带着使命进入领域 就是宣教 带着使命进入社区 就是宣教 带着使命进入人际关系 就是宣教 反过来 带着宣教进入媒体 就是使命 带着宣教进入工作 就是你的使命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复 五十之天命 到了五六十岁 你还不知道你是谁吗 那你连文化人都不值得了 连文化人都不急了 耶稣说你们的义 如果不能胜过 文士和法利塞的能力 当然不能进天国 换句话说 基督徒应该是更高 私底下交通 私底下交通 我认为你呢